大家好,歡迎來到熱愛甜點小女孩的頻道 今天要來開箱 這6盒分別是2盒12生肖的跟4盒下午茶系列的 這些都是已經拆盒不拆帶的確認款 其中這下午茶裡面有一個是隱藏版的 我買了一個隱藏版的小貴婦 現在先來開12生肖的 這個是我買的牧羊 這裡面還附了一個我們手上拿的年花糖 這個牧羊頭髮是紫色的,紫白色的 頭上有兩隻腳,它的耳朵也是羊的耳朵 衣身上的衣服是粉紅色,上衣配著藍色的裙子 背面也有尾巴 手上還拿著棉花糖跟一個餐盒 接下來是另外一個 這個是紫腐 這個是紫腐 紫腐的頭髮是咖啡色的 還有兩個耳朵 它這個頭上的裝飾好像是花生 然後手上還拿著一個用糖做的老鼠 另外一隻手是紅色的小錢包 背後也有老鼠的尾巴 上面還有蝴蝶結 接下來是下午茶系列 自從上次買那隻玉兔裡面 因為它的手上的中式不見之後 現在只要拆這個 就會特別小心看裡面還有沒有東西 免得蠟掉了 到時候就回不來了 這個甜點是頭髮是金色的 戴著白色的廚師帽 還有一個粉紅色的蝴蝶結 身上的廚師帽 身上的廚師帽也都是白粉色的 白色配粉色 手上還拿著一個擠花袋 背面還有蝴蝶結 接下來是馬卡龍 這個是馬卡龍 頭上有兩個馬卡龍 一個粉紅色的一個是綠色的 頭髮是整體是綠色的 頭上還有一個粉白色的蝴蝶結 然後裙子也是很白色的 手上還拿著一個粉色的 兔兔的棒棒糖 背後一個綠色的蝴蝶結 再來 這個是檸檬紅茶 這個檸檬紅茶 頭上是有點透明之底 有點茶色 然後配上檸檬片跟冰塊 然後整個裙子是茶杯的樣子 手上還拿著一個茶壺 再來最後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張款 小貴婦 一個是扇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小羊傘 可以做替換 然後頭上戴了一個大大的白色的遮陽帽 頭髮是粉白 有點黃 偏黃 粉黃色的 粉金色的 頭髮 然後裙子也是粉色系的 然後滿滿的一堆蝴蝶結 開箱了這六隻 本來我也有想過想說要買下午茶另外一個小飲藏 那個薄荷冰沙 但是當初一看照片的時候發現 它小飲藏裡面的身體上半身它是透明的 而且是你可以看到裡面 它是沒有身體的就只有兩隻手 然後一點點去幹 近看太可怕了 所以就只能買了這一隻 大飲藏小貴婦 接下來又把今天拆好的全部都放到這些收納盒裡 首先是隱藏版的小貴婦 就跟這些隱藏版的在一起放在一起 本來這裡應該是會放滿的 因為我還有想過想說要再買一隻 十二生肖的老虎 可是老虎實在價錢實在是有點太貴了 買不下去 尤其買了這些之後 所以就空了一格 可能之後 會再買 那暫時就是 先這樣 那麼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結束囉 大家掰掰